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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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政政有词 常聽到一句話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對 有很多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這日子過得好累 好辛苦 有很多在家裡面聽到有 假面婆媳 假面夫妻 maji 假面maji 然後閨蜜 假面閨蜜 你的一切到最後都閨密 那到底哪裡可以找得到所謂的真心呢 有很多時候很多的假面之下 到底藏著什麼樣的一些秘密 如果先出來以後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哇哦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你邀請到一些不是假面的人 OK 來到現場告訴你 他們看過多少一些假面像這樣一些狀況 那讓你知道這個社會有多恐怖 好嗎 來 一開始為你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桌子邊第一位資深媒體人 許盛梅 大家好 秘密專家蘇恆 大家好 心理諮商師張瑋婷 吳光好 大家好 律師張瑞宏 大家好 正美 好了 你講有假面媽咀 假面閨蜜 可是像五一高中生這件事情 他跟他的配偶 好啦 他們現在就是說是配偶結婚 那現在反正包括賴男 他的律師也已經提了 包括婚姻不存在啦這些 然後檢方也說是不是有假結婚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是像他們講的這個樣子 那就假面了可怕 因為是一條人命的問題嘛 那當然你說這個案子中介已經不起訴 可是這個不起訴 他的律師後來跳出來說還有很多一些疑點 包括啤酒罐 為什麼 這是因為呢不起訴書已經送達了賴姆手上 所以他的律師有特別出來說明 他們將提在意 這個律師的第一個理由讓大家很驚訝就是說 在不起訴書裡面也提到這件事 就是在現場這個五一高中生 他是不是有打開一個啤酒罐 然後這個啤酒罐呢有驗出來麻醉藥的成分 叫利多卡因 這張照片呢就是下南的住處 賴生在墜樓之後的第一時間 警方上到這個房間 他看到的現場狀況 顯然這是檢警拍的嘛 好 你有沒有注意一件事情 那個桌上不是一個啤酒罐 這個 這個 好 有兩個 我們先講賴生的律師提出在意的理由是 第一 啤酒罐有麻醉藥的成分 第二 在下南家裡面呢 連垃圾桶裡面搜出來的衛生紙 濕紙巾也有麻醉藥的成分 而且衛生紙濕紙巾當中含有下南 下南哥哥 下南哥哥的女朋友的DNA 為什麼呢 因為在賴生墜樓之後 他們這三個人的確有回到這個地方 這之前我們也討論過了 然後這個律師要求有關於 如果你認為這個賴性高中生他是墜樓 但墜樓原因是什麼 所以希望檢方再調查 這是律師的說法 但是呢 中檢晚上非常快速的就回應了 你看都有效率 對啊 這個效率高到很驚人 他說呢 這個利多卡因 對 是麻醉藥成分 但是它也出現在很多 止癢的藥的成分 所以它有可能呢 在這個啤酒罐裡面被驗出來 以及這個濕紙巾 或者是紙巾上驗出來 會不會就是受到污染 先請的說法 第二件事情比較驚訝就說 不是只有賴生的啤酒罐有利多卡因 下南喝的啤酒罐也有利多卡因 如果你們懷疑有人下了這個麻醉藥在賴生的啤酒罐 為什麼下南的啤酒罐也有 這中檢的說法 再來 律師的這個懷疑是說 那死者的這個大體上有沒有去驗這個利多卡因 因為當時我們不是講說 我們驗了好多種 高法醫說 哇 什麼一百多種以上 不只 我記得好像幾千種吧 兩千多種還是多少 藥物成分對不對 對 來 有圖要有真相 要有報告才有真相 檢警說了 你們懷疑是不是 我們已經韓詢台大法醫研究所 法醫研究所已經回韓了 他說利多卡因只要10MGL的話 會昏迷 會癲錢 12MGL的話致死 但是在這些啤酒罐 濕紙巾 衛生紙上 驗出來的都是微量 還沒有達到10MGL 然後大家比較好奇 死者血液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檢警告訴你 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又在等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目前為止 死因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版本 但是大家能確定的是 賴申跟夏南的婚姻 應該是算假面吧 你只能從這個地方去著手 但其他方面我們就等說 在意之後 有沒有可能有新的證據出現 因為最起碼 檢方起訴的時候 說他們是假結婚 是 OK 所以這個部分算假面吧 對啊 檢方起訴他是用假結婚 終於有一點點正義的感覺了 我講的 因為至於到底是不是假結婚 這個就是另外要再去打的一個地方 可是這裡頭 剛才所提到的 包括他們在意提到的 尤其這個咖啡罐裡面 有沒有麻醬藥劑 OK 沒有 這個案子到現在 終點是不提訴了 所以剛剛順美講說 終點晚上有再回應一些 這個樣的這些東西 你最後怎麼判斷 其實 我們律師大家都曉得 在意通常 十件上去在意 過了可能不到一件 這機率可能是低於百分之十 所以在意本身 它就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他如果認為說 前面 前面他們就有去 好好的去調查過了 那 基本上來講 尤其這麼矚目的案件 你前面如果 好不容易 波折這麼多調查完一個結果 結果 上面一聲令下 就打臉他了 那這樣子 臉面怎麼掛得住 所以 基本上來講話 你沒有打破那種臉面的 臉面的這種迷思啊 真相最重要 但是我們 中心所期盼的 我們中心期盼的 對 只是說 這機率 我是猜 因為像 我們看這個 賴姆委任律師 的一個說明 其實我會認為說 我們大概會知道說 其實 用輿論 然後來看看能不能影響 接下來的一個辦案 因為呢 輿論現在 大家都是群情激憤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結果 對 當然因為我認為 檢察官他們都是 依法論法 只是還是說 必須要回應說 到底 中間有那麼多的 不合理跟貓膩 是不是能夠去 回應到人民的期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在意 如果照剛才 他們已經提了在意 在意提的幾個疑點裡面 有一項是 剛才順美講 我們剛剛以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那個媒體上面爆出來 他們覺得疑點 尤其比較大的疑點 就是講說 包括那個啤酒罐 有沒有那個麻醉成分 類似像這些 這個如果提在意的話 你覺得呢 基本上來講 好像有個重大發現 所以我就認為說 應該要好好地 繼續詳查下去 這個部分 因為他顯然不是在意 無理由 顯然不合法的一個情況 所以應該要去進行一個詳查 那即便說到最後 如果真的說 還是被駁回了 那這部分他就只能夠 去另外找一個證據 看怎麼去重新 做一個提告的動作 一般在意就是好 你說地結弄完以後 到了高檢 然後提在意 在意這部分 高檢如果看完所有的東西 覺得有疑問 他覺得哪一點沒有查清楚 你中間講了一百項 他只要有一項 覺得沒查清楚 他就可以發回 我覺得中檢根本就 不要再回東西了 因為你已經不起訴了 法律上有一個叫做 法官不語 就是我的東西都 而且中檢起訴書 平常講寫得夠仔細了 這麼泱泱撒 這麼大個已經夠仔細了 那在意 人家提了在意 他雖然在語言上講的這些 就給高檢嘛 就讓高檢去決定嘛 因為當你再出來回的時候 那你不覺得 感覺上就是 我是不是還沒講清楚 我再講給你聽 這是因為這個什麼 不用啦 其實讓他去提吧 就是提上來以後 他覺得他有理由嘛 就讓高檢去決定嘛 所以這件事情 你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然後包括也已經不起訴 可是後面的在意 會不會又有其他的一些變化 或是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乎那個 有沒有假結或者那個 看起來 包括民事提的那一部分 那第一次調解破裂 OK 那想像也知道 一定會破裂 OK 進去說不到十分鐘 十分鐘我就覺得長了 好不好 應該一進去 應該一進去 好啦 沒事情 好嗎 不可能 好 走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後續還會怎麼樣 可是剛剛市民就講 對 這算不算 如果真的講說 照中簡起訴的時候 假結婚或什麼 這算不算假面的一環 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其他的原因 可是我們剛剛講 所有的假面 範圍非常廣嗎 你現在的人生 你不覺得 你現在左右看一看 包括夫妻 你真的認識你老公 或你老婆嗎 你真的覺得 他在外面的一切行為舉止 是你看到那個樣子嗎 你的婆婆在外面 跟在家裡面 是一樣的嗎 你那個媳婦在外面 這麼溫柔賢淑 可是在你面前 一樣是這樣嗎 你那個好閨蜜 平常在外面的處事 跟你在一起 或是當你閨蜜 看到你男朋友的眼神 你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所有的這一切 是沒 好 就講婆媳 婆媳最常出現吧 你知道每一個人 在家裡是一個樣子 可是一定有他的社會人格 當然 他的社會人格 會跟他在家裡的樣子 往往差很多 這是一個小哭 他就控訴他的大嫂 他就覺得他的大嫂 真是典型的白蓮花 這個大嫂在家裡 跟公公婆婆就不合 他連想裝都不裝 跟婆婆沒話講 跟公公更沒話講 然後他的公公 因為知道老人家通常 就是經常要去看醫生 有些慢性病 大部分時間都是哥哥去 就是兒子去 但偶爾當哥哥工作忙的時候 就要請大嫂能夠幫忙 就帶公公去 然後到了這個醫院 他就發現 這個小姑就發現 因為大嫂很喜歡拍照 到了這個醫院 還擺拍 公公在那邊看病對不對 他就這邊自拍 等好久陪公公看病 真的好辛苦喔 馬上底下多少人就說 你真是好媳婦 真的 現在到哪找這種媳婦 而且現在怎麼還有人 要帶公公婆婆去看醫生 然後了解他家庭情況 馬上就問一句說 不對啊 你不是有小姑嗎 死到哪去了 就是你好別人就是不好嘛 當然 大嫂多厲害 白蓮花就是這樣 你知道蛇顫蓮花 哎呀都是一家人嘛 不要計較啦 你知道這意思是什麼 得而便宜還賣官 就是我的小姑再爛 也不要計較 她連自己的爸都不帶她了 都是我帶 那小姑上網去看 不會很氣嗎 然後再來 她這個大嫂多誇張 到年夜飯的時候 大家一起回家對不對 我們常常討論年夜飯 那個媳婦都很可憐嘛 對啊 她一個人在那邊弄 你知道她這個大嫂早就準備好了 她把這個手套戴好 然後到廚房 登登 再拍一張照片 然後呢就寫說 哦 一大家子的年夜飯 真是熱鬧啊 這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她要煮一大家子的年夜飯 對啊 可能30口50口就我一個人 你看我手已經 三十口50口 你嚇死人了 對 有人那個年夜飯是半十幾桌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但一般家庭 你真的嚇死人 那個大嫂 真的如果你這樣講 還擺那個 30口50口嚇死人了 而且為什麼要戴手套 手可能都泡了水 都爛掉了 真的 然後這個文章一PO上去 你知道嗎 所有人都說 哎呦你好辛苦哦 獨姑 巫婆 該死 你的小姑呢 她不是這家的人嗎 你婆婆呢 然後死到哪去了 然後大家都開始去霸凌 她的小姑跟婆婆 然後這小姑看到那個文章 真的氣翻了 她說 我大嫂嫁進我家之後 沒有下廚房做過一道菜 她戴手套 是因為她要到後面 去拿兒童餐桌椅出來 她怕有灰塵 所以她就在進去拿之前 先擺拍 你知道這小姑氣到 她說拜託 像她帶我公公 她說有帶她公公去看病啊 她說像她帶我爸去看病 一年只有一次 還跟我們要1000塊車馬費 所以你就為了那1000塊車馬費 你還擺拍 還消費我們 然後她就說 她這個大嫂多難搞 他們家裡面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 可能說大家族人多 那我們就 因為洗碗洗筷子很麻煩 大嫂又不幫忙 所以呢 那我們就用免洗筷好了 大嫂嫌到說拜託 那個東西有毒欸 你們怎麼可以用那種東西 吃進去都是毒 好 你說不要用免洗餐具的 那我們就全部都用碗筷對不對 大家吃完就會看著大嫂啊 她就走了 這時候為什麼不擺拍一下呢 對不對 所以這位小姑就覺得 吼 可惡的白蓮花 OK 所以如果你碰到這樣的大嫂 怎麼辦 這樣的大嫂 剛剛我們有很熱烈的討論過 對 就我的答案 我答案最被大家喜歡 怎麼對付白蓮花 白天跟晚上要分開來 怎麼對付白蓮花 白天跟晚上要分開來 白天呢 我們就要去買網軍 好 既然他這麼喜歡PO嘛 我們就讓網軍在下面 一條一條回他 看是要統一的陣型 還是要不同的陣型 就是要洗他的板 晚上呢我們就要到 地藏王菩薩廟的董大爺那裡 去告陰狀 董大爺那裡是受理 對 是受理的喔 就是你如果這白天做的虧心事 你是小人 你是官妃 你是可以拿著這個人的生辰八字 去跟董大爺告陰狀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分白天跟晚上 都要好好處理的 我跟你說你不要得罪蘇衡 光知道這個答案 你就不要得罪她 原來連告陰狀都會來 這聽起來就蠻恐怖的 我們平常節目做的單位 對你還好吧 都很好 而且蕭舞哥對我最好 OK OK 謝謝 我怎麼還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 好 有很多錯 可是那就是不白之冤嘛 你碰到這種白天花 你怎麼辦 你告訴我 我聽你做戲就做足嘛 她就是要裝得很辛苦啊 其實這個大嫂 我覺得她應該有一些人格上面的問題 可能應該是邊緣型的人格 這類的人呢 她會就是喜歡在別人面前 是裝作自己很委屈 然後好像大家都欺負我的感覺 那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大家就會在就覺得說 你好辛苦喔 你好可憐喔 然後大家就會同情她 然後關注她 關心她 那蕭舞哥剛剛就說啦 那你既然要關心你 你幹嘛不在家裡面 也好好做家事 大家也會關心你啊 沒有 她不想做家事 所以她就要擺脫 她必須承擔的那個責任 然後去包裝自己 所以她才需要 在外人面前裝這個樣子 在家裡面不是這個樣子 那請問一下 那個老公又到哪去了 為什麼是她講 然後是她那個小哭 被人家講成這個樣子 中間那個當哥哥的 當老公的都沒有講話 對啊 可是你說 老公其實沒有發現嗎 我猜她應該都 她一定知道吧 那她為什麼不想講破 就是她不希望在這個家裡面 破壞家裡面的和諧嘛 那公公婆婆呢 家裡面的和諧 所以你們也被人家 糟蹋成這個樣子 是啊 就是自己人受委屈 要保護老婆 要維持表面的和平 所以他們就 都各自不戳破這樣的狀況 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像公公婆婆也是 他們也招媳婦這樣 不做家事 他們也容許這樣的事情 那理所當然的 媳婦也還是不想做這些事情 所以在網路上面 那邊PO這些事情 對啊 擺脫截了 你剛剛講這個大嫂 可能算什麼 邊緣型人格 邊緣型人格 那請問一下 如果要是有一個小姑 她是白天會用一個處理模式 晚上會去告音狀 如果是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人格是什麼樣的人格 你要看她對什麼事情 也許她是正義模式 如果像這件事情 然後晚上要去董大爺 董大爺那個地方告音狀之間 這個人格是屬於什麼樣的特質 他可能就是一個正義模人 要幫家裡面所有的人主持公道 這樣子喔 OK 如果要是有一天她老公 突然之間受不了 或是你怎麼知道 她老公搞不好有一天 外面又有人了 他就回頭 突然千挑萬挑挑了個理由 離婚 因為你都不做家事 因為你在家裡面 包括帶爸爸去 你都要拿一千塊錢 包括你PO那些東西 讓我妹妹受不白之冤 可不可以 其實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台灣要... 遺憾?好 算了 遺憾 什麼 為什麼遺憾 台灣要結婚容易 但是要離婚難上加難 對 因為要離婚的話 除非有構成虐待 而且嚴重到不能夠同居 像我們法律上角 要不堪同居之虐待 這種情況之下 才會變成是一個 離婚的確定的室友 那不然的話 就只能夠讓法官各案去看說 是不是已經有構成重大的破綻 像之前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媳婦 跟婆婆之間處得不好 然後呢 煮飯的時候 不會幫婆婆擺碗很快 也不叫婆婆來吃飯 然後更可怕的是 婆婆摸一下孫子 抱一下孫子天經地義 結果這個抱完之後呢 趕快把自己的小孩帶過來 全身酒精把它消毒 把它給它噴個全身 結果後面要離也沒有離成功 所以我覺得歸納起來 我會認為說 其實傳統上面還是會認為說 婚姻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如果撤職要第三人的話 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他找哪位律師去辦離婚 照這樣子還沒有 那因為好 我們就講說一個是不堪同情虐待 不是還有一個就是 夫妻有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使用 就是你講重大破綻 我已經到了沒有辦法忍受了 這個事情我怎麼可能要忍受 忍受到這樣 好那但是剛才任務講的是 那個就法官要依照個案來看嘛 他覺得有沒有 也許有的法官自己 自己的親身的一些的經歷 他覺得這個私可忍 俗不可忍 那有的覺得說還好吧 我比你嚴重得多 我都還能忍著你 你幹嘛要這個樣 OK 可是你說如果以備份 或是家裡面的關係 大部分 甚至大部分婆婆應該是 應該是孤獨媳婦的那個吧 一般啦我是看年紀劇好不好 一般都是這樣吧 可是婆婆一般都是戲精 而且很多的婆婆是這樣 因為她都到這個年紀 她也有她的社會地位 然後這一個媳婦真的蠻可憐 為什麼呢 這媳婦本身是屬虎 有一些老人家不喜歡屬虎的 男生女生都一樣 包括我們的婚禮 也不希望屬虎的人進來 一色會沖沙之類 所以結婚前她就很不喜歡她 可是他們是先有了小孩 才結婚 然後好吧 那現在既然嫁到我們家來 而且我剛提到 她就是先懷孕了嘛 她肚子越來越大了 這個婆婆真能演 你可以想像 這個媳婦跟婆婆 平常沒有相處過 甚至在跟男朋友談戀愛的時候 她也不知道她的媽媽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什麼狀況呢 這個媽媽啊 在大家面前啊都說 我跟妳講喔 我們家這個媳婦好乖巧喔 人真好欸 我兒子可以娶到她 真是修來的福氣 但是私底下面對她的時候 就是唉聲嘆氣 然後呢 好不容易孩子生了 生之前呢 這個媽媽都會跟兒子講說 來 不要再去請什麼月嫂了 我來就可以了 你們小時候也是都是我煮啊 在兒子面前是這樣對不對 回過頭來就說 我就說你這個代煞 你俗戶的就是代煞 現在連那個雞酒都要我來煮 你這個搞什麼就開始 那兩面人 你知道有一些媽媽很恐怖 那個麻油雞裡面 沒有加一滴水 全部是酒 全部名酒 然後她就會問說 媽 那沒有其他青菜或什麼嗎 你就吃這個 一個月就這樣了 好 也不要洗頭 那年輕人怎麼受得了 而且這個媳婦又是一個 比較耿直的人 她吃了兩三餐之後 就開始冒豆子 因為年輕嘛 她就只有這個可以吃 到最後她受不了 所以她就跟這個婆婆 可能就是聲音大一點 就是說我可不可以不要吃了 這個婆婆當下沒講話 走出去啊 眼淚就掉了 你知道吧 戲精嘛 然後這邊媳婦根本就不知道說 發生什麼事啊 我只有跟我婆婆抗議說 我不想再吃那個麻油雞 婆婆就跑去大姑家 這下不得了 跑去大姑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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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媳婦打我 你知道她做葉子還打我 我給她煮麻油雞 她嫌不好吃 你看抓狂啊 你看 我這身上都是黑金 還沒講完 你想想看 女兒怎麼能忍受 更何況拜託你 誰啊 你才嫁進我們家 你敢這樣 所以這個大姑氣到當場 就拉著她的媽媽就衝回來 直接就對著她弟媳婦說 你真的膽子很大 就把她從床上拖下來 打欸 然後媽媽就在旁邊說 不要這樣啦 她不懂事 真的是在演八點檔 你知道這個媳婦啊 被打到莫名其妙 我是做什麼事啊 我就是那鍋雞沒吃完嘛 所以被打 不是她根本不知道 她的婆婆是這樣的人 然後被打之後 她的老公還不聽她說話 老公後來晚上回來 她就跟她老公講說 大姑今天來找她 吵架還揍她什麼的 結果老公就說 我早就告訴你啦 你為什麼要對我媽這樣子呢 你要她幫你洗內衣褲 我都看到了 那麼冷的天氣 然後媽在那邊哭 我早就覺得 你真的是很過分 你雖然在坐月子 你自己也能洗 她就想說 我有叫我婆婆洗內衣褲嗎 我不知道 就沒有 當然沒有 誰要那麼大膽地 叫我婆婆洗內衣褲啊 後來這個媳婦真的不能忍受 她最後是跟她的老公提離婚 如果她的婆婆一直這樣演下去 誰要跟一個戲精活一輩子啊 糟點走吧 對啊 因為這樣的話真的 這不得金鐘 真的是很難想像 如果照她這樣再演下去 真的很誇張 可是生肖難道就注定會 未來的生活要變成這樣嗎 所以屬虎 我知道有很多對 屬虎的確實是在很多民俗的一些上面 會拜年 就好像我們屬龍的 屬龍的大家都喜歡 開玩笑 我從小開始叫人家床上去滾 真的要去滾床對不對 真好耶 對 然後就講 因為人家結了婚說要生男孩 就叫你去滾一下 然後滾一下就有紅包 你這個生肖好討喜喔 真的 然後後來我發現民俗還有一個 我有一次 最奇怪的是 人家那個喪事 然後家裡面不是有一些紙紮的一些東西 他們要把它搬去燒的時候 要一個屬龍的一個屬虎的 他說要龍虎鬥才壓得住 然後搬去燒 所以你小時候就在做工具人 我小時候什麼都做 就在做兵杖 我什麼行業都做 可是你說生肖 因為一個生肖進來 屬虎 感覺上以後的日子都不幸福 但我覺得屬虎 我真的是聽過很多 譬如說像新娘房 大家不喜歡屬虎 還有碳病不喜歡屬虎的 那或者是像頭妻也不喜歡屬虎的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 大家覺得這個生肖太大了 帶著煞氣 可是我覺得在生肖裡面 我們常說生肖相剋 不是因為它是什麼生肖 而是重點是它的背後的五行 例如說人家說 屬馬的和跟屬鼠的是不合的 為什麼 因為屬馬屬火 屬鼠屬水 那就是水火不容 那所以如果家裡面有這樣子 常常我們就說 家裡人口眾多 難免會有這樣相剋相生的問題 那我們最簡單的 就是去行一個五行八卦圖 就是正宅 就是和諧家裡的氣氛 這樣是比較舒服的 對 可是我如果是屬虎 剛剛那個媳婦她是屬虎 對 那婆婆對她這個生肖就有意見 就已經有意見 她總不能跟婆婆說 你看一下今天的正宗友誌 你聽一下舒衡講 有沒有 那是因為相生相剋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家擺一個五行八卦 她婆婆一天又不會管你擺什麼五行八卦圖 她就覺得 就有沒有很簡單讓她覺得說 不是我屬虎 全台灣這麼多屬虎的女性 而且我覺得很妙的是 你看我們大家都這麼怕屬虎的 可是每個土地公廟都有虎爺 我們都希望虎爺幫我們帶財來 你看是不是其實很奇怪對不對 跟她婆婆講說我是虎娘 我是虎爺 對 最好的方法是說 媽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昨天晚上夢見 虎爺來找我 她說我是很棒的舒服的孩子 你娶我會帶財 OK 對啊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然後但是我覺得在這邊要分享 又是一個豪門案例 這豪門媳婦來 她也是來哭訴 她的公公是某間私立醫院的院長 那婆婆當然就是一個貴婦 那這個貴婦是非常好的一個貴婦 她在外面參加了很多像 符輪社 獅子會 到處去捐錢 然後那個時候 她要跟她兒子結婚的時候 婆婆很豪氣 馬上就跟他們講說 我有間內湖的別墅你們去住 連司機管家都幫她找好了 全部的人都羨慕死她了 跟她講說一定是你家的祖先 救了他們家的祖先 這樣你才能夠享受這麼好的生活 可是其實都錯了 她背後那真的是地獄班的日子 第一個因為家裡太有錢了 老公就不用上班了 她就在醫院掛一個顧問 她就可以領錢了 所以她太無聊了 只好跟著胡群狗擋 不是包那種小模 就是包網紅出去玩 然後只要一出門就好幾天 電話也不接也不回 好像就人間消失了一樣 就蒸發了 那這個媳婦怎麼跟婆婆反應 都沒有用 但是呢 讓這個婆婆最不喜歡的是什麼 這個媳婦呢 生了兩個女兒之後 就不想再生了 婆婆急怒 她覺得呢 你要害我們家倒房 你要害我們家無後 所以呢就不管怎麼樣 就是威逼利用 要這個媳婦再生一個兒子 可是媳婦就不肯 於是呢 她就開始囉 心情不好 就把這個媳婦從內湖的別墅叫回來 罵 就叫她跟她兩個女兒 跪在祖宗排位前來認錯 好就說 這三個女人 就是這三個女人害我們家倒房 害我們家的無後 可是很厲害喔 她只要一聽到那個鑰匙的聲音 她就馬上叫他們站起來 她就馬上自己跪下去 對 她就叫他們站起來 然後呢 就會帶他們到餐桌旁邊 好像喝茶吃水果 一副和樂融融的樣子 可是說也奇怪 媳婦不管跟公公 或者是跟先生說這樣的事情 他們都一副習以為常 誰叫你不生兒子 甚至那個婆婆還放話說 我兒子出去生孫子很正常 只要她抱一個孫子回來 不管是誰生的 我都讓她認足歸宗 媳婦就來問我說 老師 拜託你看一下我的命盤 我有沒有機會離婚成功 可是 我要先跟大家說的是 她的離婚真的辦得會很坎坷 是因為她先生 零下沒有任何的財產 她就算要走 她也沒有任何的籌碼 因為這兩個女兒婆婆不要 然後她自己又沒有謀生能力 先生名下又沒有財產 即便是住的那一間內湖的豪宅 都在婆婆的名字下面 她真的很難好好的去談離婚 蘇芬你可不可以跟這個 你這個命主溝通一下 是 她為什麼不是拿著她的資料 去找律師說 我離婚的機率高不高 她為什麼是拿著命盤去找你說 她說我能不能夠離婚成功 她們應該去找瑞宏嗎 沒有 小五哥 其實我們是一條線的 我們是同一個產業鏈 我們也碰到當事人 會跟我們要事務所的幾位律師的 深層八字 然後先拿去合 然後看說事務所哪個律師適合 來幫忙辦這個案子 對啊其實我們是同一個產業鏈 然後會是離婚的事務所嘛 對 可是你聽到這個就會覺得 這假面道離譜 尤其連兩個女兒都要跟著櫃 然後只要一聽到鑰匙想 就可以這樣子 我聽這個就做得更誇張 而且是 那個老公跟他的公公 似乎說習以為常 像這樣一些事情 確實是會一直覺得說 一直被誤會 然後沒有人相信 孤立無緣的感覺 所以回到這個婆婆身上 她其實就是在對 他們之間家庭的關係做一種操弄 你就會覺得為什麼她要這麼大費周章 然後讓自己又很累又很辛苦 可是其實那就是根源 他們內心的一種不安全感 他們對關係其實是不信任的 他們認為今天我表示了 我就是不喜歡這個媳婦 當大家都不認同不支持我說 可能反過來 大家會一起聯合攻擊我 那我要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寧願裝作我是一個好婆婆 OK 我剛剛為什麼要跟蘇琳講說 請你的當事人 應該是把資料拿去給律師 問問看 那如果拿到你那去 那他名下沒有財產 那個老公 現在很多是這個樣的 尤其你不要以為你駕到豪門 你駕到的豪門 通常你的老公是沒有財產的 因為財產都在他爹他娘那裡 那碰到這些 但你又受了委屈 那怎麼辦 其實法律上面不好討 所以我會建議說 找黑道 不是 用談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辦過的案件 有錢人其實最怕就是 面子掛不住 保不住 所以他們才有假面 對 所以我會認為說 用談的 有時候比判的 還要回來更有利 對 那當然前提還是在於說 一定要前階段要去蒐證 例如說老公在那邊撈花惹草 然後這個婆婆私底下 一些假面的行徑 都把它蒐證起來 然後交給專業的去談 談判 離婚之後財產要怎麼分配 我是認為這樣會比較好 像我這邊有個案例就是說 就是也是好門 然後我們這邊的當事人 他是一個媳婦 他當年 他的婆婆帶著大姑 嫁進了公公家 然後他的 這個媳婦 就我們當事人 他的老公其實是養子 其實這幾十年來都很和平 就把他感覺 很像把這個養子 跟這個媳婦都視如己出的對待 後來才後來發現說 其實原來每一年這個婆婆 她把持經濟大權 她就把很多的一些 例如說每年大概在這個稅額裡面 大概多少錢可以贈餘給自己的大姑 她都算清清楚楚的 她就把她慢慢的 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去轉給這個大姑 後來我們當事人她好巧不巧 她就在中南部發現有個友人 就說怎麼感覺有個豪宅 竟然默默的在出售 而且好像還是這個大姑的名字在出售的 所以她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就委託我們來進行蒐證 後來才發現原來自宗的貓女 原來這麼大 一點一滴的都被侵吞掉了 所以她就請我們來 好 我們就教她說怎麼去蒐證 蒐證之後我們就用彈的 然後最後確實是有彈到一個 其實比上班她更好的一些金額 但是錢拿到 但是感情都已經沒有了 後來每年過年 他們都不再回去家吃飯了 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錢拿夠了就去杜拜吃飯 對 所以可以吃更好的 對 他們就去杜拜吃飯 可是當然這個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親情抵不過現實的一些利益 但是我們在節目裡面有沒有講 如果是老爸老媽 他就是要把錢送誰 我不要說用免稅額 那只是因為稅率的考量 我如果不在乎鎮與稅 我就算把我名下的財產 我有兩個一兒一女 我就算把我的財產 全部都給女兒了 你兒子一點皮條也沒有啊 你要回頭來跟我說什麼 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剛剛那樣 他怎麼去回頭跟他們談說 不管你不能都只送女兒 然後財產為什麼都不送給兒子一些 對 其實在生前的部分的話 說真的就是說 就算法律他即便今天走了 都會去尊重所謂的 被繼承人本身的意思 除非你今天說真的到後面 可能是因為什麼 結婚分居營業所給的 那些可能到最後 等人過往的可以再來處理好了 所以你有抓到他們的把柄嗎 就是 你們是有抓到他們的把柄嗎 要去收拾 一定有一些不合法的東西在裡頭 因為這個房產當然 當初可能公共留下來的 可能他真的是共有 共有的話當然不能隨意處分 所以今天這個 為什麼這個大姑 他可以去隨意的處分 所以中間就有抓一些 偽造文書的一些謀逆在裡面 我就想一定是因為中間有抓到 一些違法的東西 才能夠去進行談判 這樣叫進行談判 對 你說假面婆媳 好啦 現在跟婆婆住在一起的已經不多了 那可能逢年過期要碰一下 假面一下忍一忍吧 大不了眼不見為盡 但是美 假面夫妻你不能告訴我說 每天大家相見不相識 然後大家看了當沒看到吧 那個才叫麻煩吧 可是現在真的假面夫妻非常多 回家就是宿舍嘛 男生睡 男生女生睡 女生的 很多家庭是這樣 只要不出事都相安無事 但是有一個新聞我覺得非常有趣 投訴的是小三 一般來說是正公都會在眼裡 不是 這小三就講一個故事 他就說 他是因為在一個飯局上 認識一個老闆 然後這個老闆跟他的老婆 其實感情很好 在整個他們的朋友圈裡面 所謂的社會人格是非常圓滿的 大家都知道 會一起去參加什麼 福倫社 獅子會 會去郵輪 旅遊 都恩愛的不得了 還是那邊網路上猛拍照 通常只有拍照的時候會靠近 在家是絕對不會 他們的狀況就是這樣 後來小三就投訴說 他跟這個老公就愛上了 愛上之後 這個老公就跟他講說 我跟我老婆 其實也沒什麼感情 不過我老婆應該可以接受你 竟然有這種事 結果這個老公還真的把小三帶回家 那帶回家之後 你知道這老婆可厲害 也是個細菁 一等一的細菁 哇 這麼年輕啊 其實你還蠻漂亮的 你跟我老公在一起啊 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 講這種話 不要住外面了啦 就住我們家 我們家是豪宅 對啊 我們家這麼有錢 而且孩子也都大啦 都在國外嘛 你住我們家啊 有老婆願意讓小三住在家裡嗎 對啊 小三真的覺得差點沒跪下來 沒想到遇到這麼佛心的正宮 這正宮更厲害 你們可以出國去玩嘛 要不要 因為之前我們去一個旅遊 好那個郵輪旅遊到哪裡哪裡 還不錯 那個飯店一個晚上要三萬塊 我叫人家幫你訂 天啊 這小三就覺得 我簡直是上輩子修來的福了 怎麼這麼好 好 他就很開心的搬進他們家 然後還跟他老公住在一起 他的老婆就住在另外一個房間 還真的這樣相安無事 然後這個小三就說 他就很開心 要跟他的老公去度蜜月 四天三夜 而且買單的是他的老婆 哇 好 他們就去了 結果到了現場呢 要通常就住進去 要刷一下卡才能住 就算這邊會付也要先刷 結果一刷 結果老公所有卡都斷卡了 全部沒有了 你知道有錢人是這樣 不太習慣帶大量的線 他只有卡 就全部斷了 然後老婆也沒接電話 那你覺得這小三能怎麼辦 那就只好就去住 那個所謂的青年旅社 大家懂齁 就在那邊挨了三個晚上 那好險是機票至少能回來 結果回來之後發現呢 他的家裡面所謂的豪宅 裡面所有老公的東西 通通清乾淨了 然後這個老婆呢 就直接跟老公講說 我是很愛你們啦 不過呢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豪宅啊 兒子要從國外回來了 那你們如果住在這裡不方便 這樣啦 因為呢 我們家有經營民宿 那你們兩個就去住在我那一棟民宿其中一棟 我就收你一千五 還要收錢 不要開玩笑了 因為我這次民宿還真的去了 一千五沒有包水電 所以進去之後沒有三千你還不行 然後也沒有包三餐 所以這個住進去之後你可以想像這個老闆還得養他 可是他所有的財力都來自於他的老婆 等於經濟制裁 結果呢 這個小三八個月就受不了了 什麼都沒有了 慘的是呢 這小三哭訴是因為我懷孕了 那現在怎麼辦 因為他近身出戶了 他一毛都沒有了 你會不會不止他 他啊 這樣比較不順手 他不要說近身出戶了 他可能一千五都迫不出 我沒有什麼好被近身出戶的 你至少屬龍 還氣一點 我屬龍 這裡是我屬龍 對 可是這大老婆太有心機了吧 蠻不錯的啊 有的時候假面是應該的 我贊成 是 那聖梅已經告訴電機前面他另外一半 對 他假面是應該的 可是這個心機太深沉了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還不夠 你要去找董大爺了嗎 沒有沒有 這要分也是白天跟晚上 白天這樣子完全都是很優秀 這個我們要學習 但晚上呢我們有認識的 就是泰國的阿戰師 他是專門晚上在墳地 幫人家展桃花的 哇 對 這個又要分白天跟晚上 舒凱老師我也沒有得罪 我是連話都怕 這個好 舒凱你要不要坐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坐這個位置 對對對 我們要看另外一個節目 對對對 沒有 我確定嘛 攝影大哥 那個舒凱老師鏡頭多給一點 麻煩一下 謝謝 謝謝攝影大哥 我的天啊 OK 可是剛講這些 讓我們先講 他老婆把他所有這些經濟斷成這樣 他老公都沒有任何一些反制能力嗎 這個大老婆反擊大快人心 但是我覺得還是說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可能會涉及到一些犯罪的問題 他把他信用卡要凍結 那我們可能中間沒有經過授權 就會幫他處理一些文件 可能會不會有一個偽造文書的問題 或者說我們直接講說他把他豪宅的東西 就把他清乾淨 那這個會不會 我們所說的一些財產上的犯罪 例如說這個毀損啊 侵占啊 竊盜啊 等等之類的 老公他可能是自己知道 自己面子可能掛不住還是怎麼樣 還是自己對不起 不然他其實找到去 他可以去發動這些東西 對 所以這一定有法律以外 所以他才可能沒有辦法採取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行動 但是韋婷這個大老婆 為什麼可以冷靜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讓他可以冷靜很大一個原因 應該是因為他知道經濟的主控權在他手上 所以他可以知道說他今天有選擇權 當他有選擇權要不要讓老公留下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例如說對於小三跟老公之間的一些經濟制裁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感覺到他其實還是有生氣 還是有憤怒 不然他不會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制裁他們 其實剛才順便在講的時候 我平常講如果是那個小三 你敢住進去嗎 你當然每餐都不敢吃吧 每餐吃以前都要拿個銀針出來測一下 看那裡頭有沒有毒 這怎麼可能會碰到有這麼大肚的啦 那一定有 我說我燒好香啊 那一定有鬼 你在江湖走哪個不該刀的 你怎麼可能會碰到是這樣子的人 好 可是問題是 你更怕的一種 你說如果是真的假面夫妻 說實話假面夫妻 日子一定很難過 可是怕的就是 對啦 怕的就是有些人看起來一點都無害 沒錯 但是他下手之重 就是那種小白兔你知道 這個是發生在我生活周遭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有一個姊妹桃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強勢的 然後她也是一個失業有成的女生 那她跟她的男朋友交往非常多年 那但是因為生活理念上慢慢的不合 他們就協議和平分手 但因為呢他們前面的經濟 有一些股份啊 有一些股票啊 就是經濟生活是有互相糾結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就分得一乾二淨 所以呢彼此私底下還是有聯絡的 但大部分都是在講錢的事情 那但是我那姊妹桃有一個表妹 那表妹呢一直很喜歡這個無緣的姐夫 然後一聽到他們分手之後啊 就像是那個停車格有沒有 這個車開走了馬上開進來 這樣子喔 姐妹桃有一個表妹 那個表妹呢一直很喜歡這個無緣的姐夫 然後一聽到他們分手之後啊 就像是那個停車格有沒有 這個車開走了馬上開進來這樣子喔 就很快就當了接盤俠 一開始是一個強勢的女性 現在變成一個小白兔 全部的人都跟這個男生說 你不要辜負他啊 這個小女生這麼可愛這麼無害 而且這麼年輕跟了你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人家 趕快結婚吧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男生也覺得說 好像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這個女生永遠都是用那種上物線攻擊 然後看著他就是覺得 你就是我的就是我的皇帝 我生命中所有的摯愛就是你 那男生你知道那個被膨脹得很開心 也真的決定就是準備要結婚 可是呢這個小白兔 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他非常討厭這個應該講前姐夫 現任男友跟姐姐都還有聯繫這件事情 所以他趁著他有一天呢喝醉了回家 就臉部辨識嘛 手機就打開了 就把姐姐所有的搜尋方 那個聯絡方式都找出來 就打得長篇大論 然後辱罵的字眼 字眼之粗俗真是超乎你的想像 然後就把他罵罵罵罵罵 然後全部send出去之後 就拉黑封鎖什麼的 然後呢我那個姐妹淘 隔天早上起來 收到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她就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第一個這個男生 絕對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她就找了第三者 找這個男生出來對質說 是不是你打的 那男生嚇到 怎麼可能是我 不可能 那全部一定指向 絕對是這個小白兔表妹做的嘛 只有她可以拿到她的手機嘛 只有她可以這樣子 這麼長時間的使用嘛 那全部證據都指向她 可是妙的是喔 這個男生覺得 還好吧 他只是可能想要保護我 他覺得 我在你的淫威之下 生活了太多年 他可以這樣子洗腦自己到這個程度喔 而且他回去問那個小白兔的時候 小白兔還淚流滿面的說 我只是很沒有安全感 我希望你要一直在我身邊 我不想要再感到你的臉 那該就是這個樣子 結果呢 就這件事情也就這樣無疾而終 就息事寧人了 而且更厲害的是 這個小白兔和這個男生 後來也真的結婚了 所以呢 這樣才敢跟他結 這樣也結 而且還結得開開心心 轟轟烈烈喔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真的是要奉勸 這個男生跟女生 我們真的 面對感情的問題 一定要冷靜跟理智的思考 因為像這樣的小白兔取回家 他是另外一個細菌 真的是要謹慎思考 可是我們如果要是換一個角度 有沒有可能先發制人 就是我一看就知道 我們常講面相 我可不可以一看就看得出來說 這個傢伙一定是個白蓮花 這個傢伙一定是個假面人 我面相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面相 是比較可能會是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 在這邊呢 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雙面人的面相 那希望呢 這個觀眾朋友都不要對到 不過我們現場 我們剛剛有仔細的檢查一下 現場都沒有 好 大家都是好人 好 第一個雙面人的面相 我們第一個要看的是 眉心狹窄 那眉心一般呢 怎麼樣叫正常 就是我們的食指跟中指 放在這個眉心的中間 這樣叫正常的 那如果呢 如果你的眉心大概只能 融得下一指的話 那個叫做眉心狹窄 那眉心狹窄的人 他有個特色就叫做 我見不得你好 所以呢 他就會有這種雙面人的傾向就是 我很羨慕你的成就 但我見不得你好 所以我在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可能會稱讚你 可是私底下呢 就會拖你的後腿 或在你後面散步謠言 第二種呢 是鼻頭無肉 鼻樑不正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鼻頭是尖的 這個鼻樑是整個歪曲的 那這個鼻子呢 代表我們就是這個人的心術 鼻頭無肉的人 他就比較沒有福氣 而且他在賺錢上面 比較沒有那麼的順利 那沒有錢的時候 他就會太重 那麼再加上鼻樑不正的時候 心術不正 他就會想盡辦法 我要怎麼從我身邊的 周遭的人去挖錢呢 因此呢 我可能看到這個有錢人 哇這個人常在福倫社 獅子會糟條 那白天呢 我就跟你是好朋友 可是呢 之後我就跟別人在義和 怎麼樣從這邊挖錢出來 再來呢 這個是最可怕的 第三個是我們最可怕 叫做人中不正 那麼呢 人中不正的人啊 第一個心思就真的很不正 他的心思是歪斜的之外 他也很容易去接觸一些 我們所謂的 比較不正常的宗教 這個是我們覺得 比較可怕的地方 而且很喜歡去背後 議論人家的是非 也是這樣 如果再加上牙齒是 排列很不整齊的 我們稱之為鬼牙 如果人中不正再加上鬼牙的話 那就真的是最恐怖的 如果遇到這樣的人 請大家一定要跟他 保持距離喔 那當然你說 你在社會遭遭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都會知道 多多少少要看一下人家的臉色 多多少少 那不能真的掏心掏肺 掏成那個樣子 也要保護一下自己 可是他不是叫你真的把人設 把戲演成那個樣子 演到最後變成假面 那恐怕真的找不到真感情 如果你在身邊充滿了假面的人 大概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日子過得真的是辛苦 那怎麼樣能夠找回真心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碰到假面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不要得罪一些其他假面的人 董大爺這些 你大概是今天第一次聽過 還有人會去找到這 我今天勸你千萬不要得罪這些人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